娱乐消息 歌手徐佳莹今天举行发片记者会 天后蔡林特地来助阵送上闪亮高跟鞋 还鼓励徐佳莹往唱跳歌手迈进来尝试不同的舞风 徐佳莹则是突发奇想说可以表演牙齿拉卡车 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徐佳莹 只拿下金曲新人奖去年入位金曲歌后 歌手徐佳莹的歌唱实力获得肯定 新专期记者会议天后期的歌手蔡依林特地来助阵 还送上一双闪亮高跟鞋 她漂亮但是她绝对不要拿来跳舞 对你可以拿来摆pose 一出场没有气势然后就脱掉 然后就脱掉拿起来喝酒 蔡依林不仅送上高跟鞋 而且还鼓励拉拉徐佳莹 可以尝试往唱跳歌手迈进 我是田船的竹风还有甲鱼 有小巨蛋的人 就是进去小巨蛋的人 都会期待看到一些有的没的 但如果我最后表演就是用牙齿拉卡车 牙齿拉卡车 拉拉也回赠自己的新专辑上头写着 要给蔡依林的心里话 她说我要再次述说 I love you 你的一切给我太多鼓励 谢谢 以你的身材为目标 屁拉 例行减肥许佳莹晚上六点就不吃淀粉 累靠豆浆跟小番茄来止击 一次甩肉五公斤等她自爆 但其实我比这里胖了两公斤 没关系不用讲她看得出来 我刚刚去场面话 你个何必再去点 刚刚那一秒就过了 你还特别有讲 大家又再看一下 也真的不一样 你何必呢 你何苦呢 年天后蔡依林都笑到 不能自解许佳莹的真心情 也未发片 记者会带来不少离来笑量 新唐人 亚特电视真一豪 张玉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幕志愿者 杨树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